這大概是休息給大家 並不《勉強文》 學校長 先生 謝忠祐 這邊很好 這個就是得獎師傅的 的上半身 這真的是昨天晚上連夜坐着來的 蛤 所以它是新鮮的 新鮮的麵包 吳理事長還有三位傑出的大師傅 還有這位工會的代表還有理事長 我看你大概全台灣很多的縣市 幾乎都到了 其實我滿喜歡今天這個見面 因為我本來就是很喜歡吃麵包的那種 所以能看到我們的烘焙師在這裡 我是覺得是很高興 上一次我也到高雄去看到我們王彭傑師傅 他告訴我說他要代表台灣去參加世界麵包大師的比賽 所以我預祝他能夠得獎 他真的得獎回來了 所以我要恭喜我們的王師傅 他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因為過去參加鎮頭的經驗 所以製作跟真人一樣的官將手的藝術麵包 尤其是在一塊小小的麵包上面 能夠將繁複的臉譜能夠做出來 真是非常的厲害 也吸引了我們評審的目光 也讓世界看到台灣傳統的官將手文化 成功推廣了 文醫師在想他可以吃嗎 他是可以吃的 可以吃 聞起來是滿香的 值得一起的是我們在場的三位師傅的麵包作品 所展現的不只是台灣的傳統文化 還有我們自身珍貴的情意 我要謝謝各位 把得到的獎金 全部都捐給我們花蓮的贈災 在這裡 我要跟各位說得真謝謝 謝謝大家 這樣開開見 來幫助我們的花蓮人 我們台灣的烘焙師在國際賽事的表現是有目共睹 我們的烘焙業者也透過選用在地的食材 導入我們產品履歷的管理方式 兼顧到食安也創造出台灣的特色 帶動了我們國內烘焙業的發展 在這個目標之下 如果什麼事情政府可以做的 現在趕快告訴我 我把它寄下來 我會把它交給行政團隊 後面我會去完考他們 謝謝